好 是 一艘澎湖云船大满进88号 昨天晚间8点多传出在金门外海作业 被两艘中国海警船强行登检后 在晚间10点多已经把我方的船只带回大陆围头港 目前已知呢 船上共有5人 有2名台籍人士和3名印尼籍的人士 据了解这艘澎湖籍的渔船过去20小时内 一直在泉州围头东方处徘徊 距离金门东北海域23.7海里左右 目前已经被带回了 那其实昨天不止这艘渔船 还有很多艘的澎湖渔船都在围头海域 想要来捕小馆 但现在因为是大陆的休渔旗 陆方的渔船不敢出海捕鱼 所以当时有渔船在海上其实是相当显眼的 那么当时大概在周遭也有8艘大陆海警船 在周围巡逻 所以我方的渔船才会被登检带回 那我国渔船趁空档的时候 有向海巡署来求救 大约晚间9点14分的时候 海巡署其中一艘赶去救援的巡防艇 被三艘大陆海警船来拦阻 我方当下立刻向海警船广播 要求立即释放本国籍的渔船 陆方则是也是透过广播回应 要我方不要再干扰 另外海巡署同时也争获周边大概还有4艘海警船 正在往现场集结 多次要求 因为现场多次要求对岸释放渔船没有效 为了避免升高冲突等等 所以当下是停止紧追的 那么原本海巡署今天下午是要召开例行记者会 要说明近期的局势 以及相关大陆渔船越界的状况 但是昨晚突然碰上我国渔船被带回大陆 所以稍后十点钟也提前开记者会说明 我们会随时为您掌握最新消息